我们在Windows底下如何做BPI M2的系统SD看 首先我用虚拟机器来做 我把装置USB 把USB插入我的随身USB孔 那会看到这是我刚才在Linux下做的 做的磁碟是这个状况 它会产生两个磁区 我们把它装置 分享到这个创建的 就会有两个磁区景 这10D准备好 那我们要有的工具是这个 Win32DiskImage 这个程式 和我们的ZIP档 ZIP档在哪里 一样在梦幻天地的文章里面 我们会看到下载的部分 那WinDisk是在这里 在SourceForge里面 那SourceForge里面进来之后 你可以点选最多人点的这个 它会随时可能会有新的版本 你可以直接使用最新的版本 没关系 点下来下载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档 好 那首先我们要把 这一个ZIP档 我们可以-4 副档名把它叫出来 看到这是ZIP档 用身份ZIP来看它 你会发现很好玩 它就是一个-号 所以你把解压缩的时候 我们解压缩在下载里面 它就会是一个-号而已 那我们前面用BPiCopy的指令很简单 一条指令就解决了 那回到Windows的系统里面的时候 就会比较辛苦比较麻烦 毕竟BPiCopy它没有Windows的版本指令 好 如果你的Windows系统 现在最新的系统好像可以跟Ubuntu并容 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好解决一点 那目前的做法还是比较辛苦 那你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完我们会使用 这一个工具 这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也把它安装一下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同时做两件事情 当然会比较辛苦 那这一个-号 不要小看它 高达多少 15.8GB 那是用使用LinuxDD指令 所把SD卡直接印出来的一个档案 所以你的SD卡多大 它大概就是多大 那BPiCopy的指令 是把它印起来之后 再把它压缩 所以最后只剩下大概4GB左右 就不需要这么繁复的转换过程 就不需要这么繁复的转换过程 安装我同意 下一步 就安装 下一步 建立第四TOP 建立吧 做一个按钮出来 在桌面 要不要看Redmi都可以 这是打开 这是打开 我们都不要打 把它关掉 等它做完 那 这一个 WinSensorDiskImage 它只吃点IMG的档案 所以 我们等一下还要把这一个档案做重新命名的动作 这个程式我们已经装完了 那在解压缩过程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使用方式基本上还蛮容易的 它就是这样一个工具 印象档在哪里 装置是哪一个磁碟机 最后把它写进去就可以 写入资料到中之中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只能等待一下 所以在Windows 底下做会比较辛苦一点 你需要的磁碟空间也比较大一点 那解压缩完了 那我们刚才解压缩在哪里 在下载里面 那它会有一个简号有没有 高达15GB 所以你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重新命名 你就给它一个比方说 BPI-M2.img 请注意复档名要点.img 把它改名字 改名字我们回来这里 开启 档案在哪里 下载里面有一个BPI 这个时候它就会改变图示 光碟音箱档 开启 那我们写到哪一个磁碟机 哪一个磁碟机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这边 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 E碟 F碟 它抓到的是E碟 那如果你的磁碟机一般正常来说 Windows是不会分这两个 不晓得等一下会不会出错误 好我们就直接 因为你把它格式化掉也不对 正常来说应该是要在本机里面管理 这个BPI 它分了好多块 好像一颗硬碟一样 那你就是把这个删掉 如果你是一个新的SD卡 大概不会有这个问题 它都是整块的 它是整块的 那你就新增简单磁碟机 让它变成一个磁碟机 然后再回到这里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那么多个磁碟 就不会有那么多磁碟 那只要是同一个就还好 同一个磁碟机就还好 让它去分直接去写入 好一叠 格式化 可不可以 开始 快速格式化确定 还在用 关闭 好我们就一个磁碟机 尝试写入看看 下载 这一个写入 是 好他这边就会开始写入 一样要等 大概十来分钟到二十分钟吧 那因为我们是虚拟机在跑 速度可能又会更慢一点 所以我们在等待一下时间等他写完 目前写入到百分之九十九 写入成功 本来担心他这边有两个磁碟 只写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失败 最好变成一个磁碟来做会比较好 做完以后 那这样子的 看这个磁碟就有问题了 不要理他 那要重新插入磁碟之后 你才会看到新的 这是新的写完的状态 写完的状态 这两个磁碟机 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下他的磁碟分割 是不是也是跟我们在Linux下写入一样 它是四个磁碟分割 这四个磁碟分割 状态一样这样这个SD卡就可以开机了 那复习一下我们要用的工具是什么 Win32 Disk Manager 这一个 Win32 Disk Manager 这一个 程式 另外一个要我们的ZIP档 不是这一个 是BPI这一个 解压缩完它是一个- 请你把它改成BPI-M2.img 重点是-img 前面档名是什么 没有关系 再使用它来做SD卡的制作 这样就完成我们要做的动作了